北京时间,12月23日,2021-22赛季,NBA常规赛,激战震撼。据此前报道,胡人队,将于今天,在主场庆祝球队22年的任期,告别球馆的标志性名字,斯台普斯中心。 在今天早些时候,胡人队官方,发布了一首诗,用来纪念斯台普斯中心,22年的历史,能让你感同身受的地方不多,这就是斯台普斯中心,给你的感觉。 这是命中关键球的地方,这是洛杉矶胡人队桑莲冠的地方,在这里,纪尊台,是最好的庆祝场所。 那是飘带如雨般落下的地方,工作人员,知道你的名字。 这是教练们孤注一掷的地方,而且,还收到了回报。 在这里,球员让球迷有了信念,球迷向球员,展示他们的信仰。 斯台普斯中心,22年来,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。 这是成就了今日胡人的家,伴随着18997名观众,在场边的支持。 名字更改了,但这一点,不会改变。 因为,你们都已经把这个球馆,当作我们的家,我们22年来的家,未来几十年的家。 据此前报道,胡人队,将于今天举办一系列活动,来纪念斯台普斯中心。 其中包括比赛开始前,播放一段,特别的开场视频,还会有一些胡人队历史传奇巨星,出席着这次活动。 中场休息时,会展示,胡人队,在过去夺得的,NBA总冠军奖杯,斯台普斯中心的城市景观露台上,还将悬挂一条特别的横幅,以纪念胡人队,在球馆的22年历史,球迷们,也将得到纪念品。 同时,胡人队还官方发布了一套组图,并问道,过去22年里,你对斯台普斯中心,最喜欢的回忆是什么? 照片中,闪过无数经典瞬间,其中包括可比,在2010年,带领胡人队抢期,取胜,拿到总冠军,天沟甲巴尔雕像成立,获利宁重关线三分,可比和奥尼尔,庆祝总冠军,以及詹姆斯和队友们,展示2020年总冠军戒指。 不得不说的是,斯台普斯中心,一直是胡人队的福地。自从1999年,胡人队从论坛球馆搬来之后,胡人队,先后于2000年,2001年,2002年,2009年,2010年,2020年,六次夺得NBA总冠军。 2020年季后赛,和总决赛,赛源需进行,并不是在斯台普斯中心,根据策前的报道,胡人队,将于本周日,在年终大战中,对阵篮网队,见识,球馆的新面貌,将揭开面纱。 目前,新标志,已经悬挂在球馆之外,球馆内部标志,也将于年终大战当天,彻底更换,斯台普斯中心,也将正式成为历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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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